Hello,大家好,又來到我NetChang談賽馬的時間 上次1月1日提供的心水已經回顧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回顧 近幾次高出賽馬除了上次之外 都是非常理想的表現 明天的賽事都是一隻高出賽馬 如果大家有螢光看得不清楚 再去上一段影片我都讀過馬名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大家都知道NetChang談賽馬 是一個免費的賽馬頻道 每次賽事會提供高出賽馬 和兩隻NetChang馬蛋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這個 免費頻道的營運 可以經過Facebook Post 來到我的Blogspot 周圍都有些頁面廣告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按一下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同樣在YouTube影片播放之前 有時也有些廣告 不用在右下角按Skip ad 或者下廣告 可以看久一點 如果有些廣告有興趣的話 可以按一下 有時在左下角有些連結 或者中間有些頁面廣告 按一下看看 多看資料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繼續營運 明天一如既往 我會介紹兩個場次 第一個場次 將會介紹第一場 第一場 讀人格位置 投注對象 和連人格位置 將會選擇一套首飾傳奇 這場馬其實都很惡 整組馬 不是連貫性表現的馬 首飾傳奇都稍微好一點 因為他先講紙場賽息 近四次下五班 兩次排得比較好檔 一檔和二檔 分別是十月二日和十月二十六日 大前次和上次 就排得比較好 兩場外檔就差一點 但其實都不輸得完 證明這隻馬五班其實是有份量的 不是這麼差的馬 五班都定得住 然後 你說水準科學上來說 大前仗 四月二日跑第二這場 我覺得這場不算太厲害 贏一隻馬 多多利高 不過你可以說 狀態剛剛初起 菊草一千元短 你可以給一些積扣 但這場馬來講 水準不算特別高 前一場不要看 11磅 外游 去到上一場 田草千二 當日就 沒有什麼跑道特別 太大形勢 但他就 異檔但其實他都不是貼爛 他是跟二跌 前面步速比較快一點 他就後場撲上來 都不錯的走勢 輸給隻名元千山 都是五班有能力的 這場賽事 我覺得水準不頑 經過科學計算 水準不太頑 莫雷拉都試準了 今次又是莫雷拉 又是抽到好檔 又是熱檔 一檔 其實這場真的很好跑 所以 找了做 毒人的位置 投訴對象 和連人的位置 膽 拖三隻配腳 配腳真的很難拖 很用心去選擇 選三隻給大家參考 第一隻選擇二號 帝豪精彩 大家都知道 我這隻馬都長期跟他拖 因為他始終 我念念不忘的上季 六月二十四日這場 輸給有為君子 先利其遇 皇帝坐這場 我覺得他都算是贏 騰堂超領的 這場水準不太差 當然之後 根本上跑不出水準 填草千二沒有了 接著這場 我也是那句 9月20日這場 填草一千 沒有可能買到4.5倍 幕後覺得這隻馬也是 接下來 但是還是沒有 接著跑兩場曲 早千二 都是令人失望地 止近而沒有威脅 上次落到五班 跑過泥地千二 都其實已經有費 5.9倍 很多人都求著這隻馬 是有能力有能力 但是還未跑得出水準 這次回國做千二 曾經為了 跑得比較理想的路程 輸了有四分三的馬 上季六月二十四日 這次當位差 配了蘇明倫 蘇明倫 不知道他的預訂馬 怎麼預訂 上次金剛石 跑第四 是否差得很差 又不是很差 他都沒有騎金剛石 這隻很精彩 九檔 怎麼都要拖一隻 第二隻 選了四月的富全英雄 我覺得狀態有盡 這次加了一個重大眼罩 今季初出的那一場 跑第三 我覺得都不是太高水準 賺了貼難放頭的形勢 減一下分 減多4分 36分 到谷草千二 配周盡落 大眼罩 看看能不能放出來 放頭或者跟前 看看表現如何 賣門拍了一部早集 都可以的 二五百馬水準 我覺得 留意一下 這隻 第三隻配角 都是減十部金剛石 我也說過 上次 首飾傳奇那場的水準 不差 明月千山首飾傳奇 他跑第四輸過半馬位 減一分 八檔 谷草千二 谷草他都跑過 前一場都是谷草千二 谷草他都沒有問題 應付到這些馬 賀冥煉 當然 可能沒有蘇冥煜 但都辣了 這場馬 我投注策略 將會選一號首飾傳奇 做讀營區位置投注對象 以及一號首飾傳奇 做連營區位置 將會選一號首飾傳奇 有些能力 但又不是那麼穩定 要是比較熱 比較熱也沒什麼所謂 但又不想整天一隻隻這麼熱 選一隻 又不是熱到太辣手 都是大熱門 但又不是熱到燙手的馬 第八場 讀人區位置投注對象 及連人區位置 Q攬 將會七號獸神 獸神這隻馬 上次表現不錯 梁家俊當然是一向很聰明 這陣子梁家俊很聰明 上次 當日賽事形勢 彎前貼籃比較好 超威星貼了籃 回去一擠 再贏 那 獸神 上次彎前第二疊 不要說他洩得很厲害 但不是太有利 回頭衝上來 勢很強 跑到第一 那隻馬狀態來了 那這隻馬 六十幾分 六十六分 這隻馬 站得穩 我想六十幾分 上次狀態來了 跑到第二 追上來 那今次田泰安一檔 那 希望找到位 找到位衝 在直路 都應該入前列的機會 可以 所以選這隻馬 就讀人級位置 頭豬對盡 和連人級位置 膽 加多一句 神科都很漂亮 拖三隻配腳 又是那句 有時候有些 挑選腳都容易 這場又是一場 挑選腳 不是太容易 都是很盡力挑選的 又是讀到頭痕 那麼 三隻配腳 第一隻挑選二號 加營聖鏡這些 田草都表現過能力的馬 上次來到谷草 周俊諾那些跑法 大家自己翻查 十二檔 他怎麼跑 都隨便跑 今次 這些湧開的馬 找了潘頓 都成二十足 七檔 看看潘頓怎麼發揮這些馬 始終是沙田級數 要的 第二隻 選擇冷冷的 四號未影響人飛 我覺得這隻馬 在這個分數 七十分 絕對有競爭能力的 其實前那一場跑 田草千四 水樽不太差 輸給天作之俠 行運全其威 盡他這場賽事 跟著 鴨贏了靈架 這場賽事 水樽不差 後面是浪漫組合 當然浪漫組合 隨便跑 這場水樽一點都不差 但是 他就是一些 表現比較飄忽的馬 你不是這樣抓到他 今次谷草千二 谷草對手弱一點 谷草千二 但是前季 不要看上季 前季 谷草650 和狀態都是不好的時候 跑 前季 谷草千二 都是近 所以谷草千二不是問題 配梁家俊 我都 梁家俊 琴那馬 我都放心 神科狀態 你說是否很吸引 未必是去到很吸引的狀態 但是 我覺得這隻馬 是有能力 這個分數 配過梁家俊 無論如何都給你看看 這就要拖 第三隻配過 九號 陪長之勝 這些馬 養好 三檔好 賀冥蓮 和這隻馬 都算合拍 前那次谷草千二 都算是近 兩個半馬為輸 上一場 田草一千 突如其來 輸半個馬位 輸給什麼馬 平海掌聲 傳承 然後回到這兩隻 都是跑第二第三 輸給福日 所以這場 水準不低 今次賀冥蓮 三檔 都要拖 所以這場馬 的投注策略 將會減 七號的仇臣 做毒人 的位置投注對象 和七號的仇臣 做連營 的位置 拖二號嘉應精英 四號美影楊菲 和九號會長之勝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和我分析 喜歡的話可以 點讚和讚我 和分享這段影片 給朋友看看 去宣傳一下頻道 如果大家對明天 任何一場賽事有什麼意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明天賽事形勢 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 我都可以在這段影片 給個like 給個讚 在這段影片下面 寫個fans 或者謝謝 支持一下我 大家知道 現在有另外一個渠道 發放了一些臨場分析 每場賽事 十分鐘之前 都會講一下 疑疑波馬 預計雜前落飛馬 場地形勢 和劇念動態等等 如果大家想收到這些訊息 可以來到我的Facebook page NetChang談賽馬 按下 send message 或者傳送信息 或者在我自領post 留意 可以盡快 有關臨場分析的訊息 給你看看 最後希望大家來到我youtube.net 分享談賽馬 記得訂閱 免費訂閱 還有打開鬧鐘 按全部 我所有新片 都可以通知 或是鈴鐺 第一時間就知道了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